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有个螺丝了 是不是要扭这个 你装回去吧 我拍一下机的拍下来 它是由这个来锁紧的 然后把它收起来 让它跑 你扭得很紧吗 扭得很紧吗 扭得很紧 要说扭得很紧 就是怕它有时候运作 它会 里面那个两个旗轮不会卡到位 就是说把它锁紧的话 它就会照顾好一点 它不会跑 那我们里面的话 是不是那个管桶上面有 是不是有粘秤子 有的 现在这个还是我们用来调制 一个调制的 一个用来应用的 后面给我们出的不是这个 对 后面出的话 我们会钢炭新的 因为我们在家里调试的时候 一定要用到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容易用 所以到时候我们是要钢炭新的 出货的时候都会钢炭新的 钢炭的话也简单 也是在里面的 现在这个也是一个耍耗的耗材了 嗯 这怎么说呢 这个 等于说你用久了 你就把它 也不是一些事 你就把它撕开 然后哪里装 你把它切到那里解出来 然后就装出来 就可以用了 它是一个暂停纸 那时候这个是 这个是个耗材 对 会给我们配的 到时候会配有过去 这一点是配给你们的 这点不是 这点是我们用来调制用的 照常会给你配一点新的 对 然后再到后面 你们要用的话 就要另外买 就是属于一个耗材 它一片的话 大概就可以清洁 大概300片左右的板 它就是 那还是挺快的 要换的 工厂会很多 它是300片 一片不是一卷 它里面是 就是这个面 应该是20米的 就一面 转一圈就一面 那也能用一点 清洁300片 大概可以用个几个月吧 因为说一卷300片 这有点短 对 而且一片 清洁大概300片左右 工厂的话都是由这个螺丝来 你把它扭开松开 把它退回来 就可以拿出来工厂了 嗯 那边你先跟陈佛先让它聚集一下 我们去窗户 好 谢谢 帮换的话 不管是这个沾层纸 还是这两个冰空 都是由这几个螺丝来扭松 退出来之后就帮换 一般这种是不会换的 一般来说的话 换的就是换这个沾层纸 对 OK